这条和大家分享一下Polar Coorderny 现在在Polar Coorderny系统里面有两个点A和B A的左边就是260度 不是260度,它和Rectangular Coorderny的XY左边是不同的 B的左边就是26到130度 首先把这两个点画出来 其实在Polar Coorderny的世界里面 这个前面的数字是26就是距离Pol 即是中心点的距离 所以你可以计算距离OA的长度 是26,看到吗? 另外OB的长度 同样是26 看到吗? 因为前面的数字就是说 那个点和中心点的距离 那这个后面的10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由这条Polar Access 去到这条线OA的夹角 所以如果你计算这个角 就应该会计算是10度 这两个线之间的夹角 10度 OK 另外 这个Point B就是26,130 那后面这个130度 就是说这条Polar Access 逆时针度 OK 去到OB这条线的夹角 所以就是 130度 OK 这条线OA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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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角形OA B 接下来 有条线L L就是 Axess of Reflectional Symmetry of Triangle OAB 即是三角形OAB的对称轴 OK Axess of Reflectional Symmetry 对称轴 首先留意一下 这个三角形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发现了 这个三角形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OK 你知道了 如果有一个等U三角形 它的对称轴 就会由 顶点Vertice 拉垂直线 到Baseline AB OK 这就是直线L A part 就是Describe Ge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 和AOB 即是说 这条直线L 和三角AOB 这条角的关系 其实你会看到 这条线 和这条角 对于这条角 就把AOB 分成两等份 所以就是Angle Bicetta 所以你就写 L is the Angle Bicetta of Angle AOB 就可以了 好了 到B 回到Polar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L and AB 如何变回中文呢 AB和L两条线 有一个双交点 左边是什么 OK 反过来看 AB和L的双交点 左边是什么 所以 看回这里 L这条直线 和AB这条 斜斜的这条线 的双交点 就是M 怎样是13 18 70 其实你可以去 这样看 首先 找回这条线 的长度 这条线的长度 怎样找呢 你知道这条线是26 另外 你也会知道这条角 重点 看看这些三角形的计算 这两条角 这个Angle AOB 其实多少度呢 其实是82度 怎么来的 因为 A的 Horland 这里是10 而B 是130 所以中间的双交点 就是120 OK 先把10度收起来 中间的一只120 既然这只120 这个又是等于三角形 即是说 旁边这条角 就是30 OK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用回这个 直角三角形 因为这条L 是对线轴 所以这里 你会看到 这个 我叫OmA 这个直角 其实是直角 因此 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 你可以用来 计算 OM的长度 因为 你要找PolarCordon 就要找回 那点和中心 点O 的距离 即是用OM的长度 你可以用 Size Om 除 Oa 即是26 等于Size 30 Om 就是13 至于角度 如何计算 整只角 8 2 所以角平分线 你能够出到一边 应该是60度 一边60度 一边60度 应该转 按这个 10度 60加10 最后的答案 就是70 所以 M这个座比就是13 12号 70度 让大家看看 写法就是这样 A L is the angle by Seta of angle AO B 解释S的座比就是R AO AO 刚才说了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去找 AO 用Size 30 你不必用Cos 6 AO F 就是60度加10度就是70度 那就可以了 AO AO